大家好,我是Pyga 在现在的网络年代 大家除了在网上收集资讯或开心分享之外 现在慢慢发展到有一部分人开始喜欢事无大小放上网公审 为了吸引一些同温层去支持自己 又或是一些网络红人利用这些事来骗赖 甚至要蓄意令对方新败名列永不翻身 前几天在日本网络上有一宗消息被网民封存 内容就是说在东京都港区一间高级寿司店 名字是南麻布寿司吉田的寿司师傅 同时他也是这间店铺的老板 名字是吉田安孝 疑似在营业时间当中对客人发脾气 甚至想要去嘔打客人 就这样看起来这件事都好像挺麻烦 所以整件事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关注 事件开端就是在前几天20号的时候 日本的Twitter即是现在的X上面 就有一位是经常分享美容和整形资讯的KOL 同时根据他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当中 有很多网民就推测他是一位陪酒小姐 他就发帖文去炮工这间位于港区的寿司店 帖文的内容就是这样说 这位陪酒小姐在19号当天在上班之前 就和几位朋友去到这间位于港区的寿司店吃东西 当时他们已经有点缩醉的状态 但一天进到店铺坐下之后 这间店铺的老板吉田先生就把一杯白酒放在他们面前 形容一下店铺本身的装潢是巴桌式设计 寿司师傅就会站在客人面前隔着巴桌服务客人的格局 而这间店铺的老板吉田先生当客人进去后 他在一边在巴桌后面喝白酒的状态 刚才提到的陪酒小姐就向吉田先生反映 就是说因为酒杯放在附近 而他们又刚好是一个缩醉的状态 就说闻到白酒味已经觉得很辛苦很难受就想作呕 希望吉田先生可以把杯酒放软一点的位置 根据陪酒小姐的铁文所说 吉田先生听到他们的要求后 态度就很不爽地把杯酒放到另一边的位置 而且态度明显非常不爽 还回应客人说这杯白酒是客人送给他喝的 意思是叫陪酒小姐不要太失礼 批评客人送的酒 刚才也提到这间寿司店是位于港区的高级寿司店 店铺内的消费算是高价位 批评客人每个人是收费5万到6万不等 而光顺客人都是来自港区的有钱人 又或者是企业老板 甚至乎附近的陪酒小姐带他们的客人过来吃东西 所以寿司店老板都会非常注意每个客人的感受 同时会对客人有所要求 而且要留意的就是刚才的帖文就说 这位寿司店老板就非常不爽 但这个只不过是陪酒小姐她的一面支持 又或者是陪酒小姐她的主观感觉 而他们听到这个寿司店老板吉田先生 这样回应的时候就说 我们都是客人来的 然后老板就再回应 你们如果是宿醉的话就要早点出声 结果两边的态度是僵持不下 当时跟这位陪酒小姐同行的男性就认为 店铺的气氛搞得那么僵硬 吃得都不开心的时候 不如是离开店铺打算埋单 正在这个时候 这位陪酒小姐就跟老板说了一句话就是 这样的店铺真是第一次光顺来去挖苦老板 然后铁文就说老板听到这个话之后 整个人变得很激动 是突然之间冲过来打他 在这个时候 店铺的其他店员疑似是老板的徒体 就很奋力地阻止师傅 不要让他上前攻击客人 那儿徒弟还跟他们说对不起 跟这位陪酒小姐 以及跟他的男友人说对不起道歉 最后在铁文上陪酒小姐就说 他不希望有第二班人会经历同一样的事 所以就把这件事在网上发帖说出来 而且就说 在Google上面对这间店铺的留言就发现 很多人都说店铺老板的接客态度很差 他又终于明白这件事 同时当时陪酒小姐的男性友人 在当时又拍下这张照片 同时在铁文上也放了这张照片 看到画面上的确是老板看起来 好像非常激动 明显想要迎面撲过来 同时也跟这位陪酒小姐所说的一样 旁边有一个年轻人看得好像很努力地阻止老板的状态 这条铁文一出之后就很快被扩散开去 就这样看表面的话 其实都很容易令人觉得 店铺老板真的是很大问题 而且是有想为证 样子也拍到他非常之恶死的样子 网上也不断地有附和陪酒女郎的声音 但同时也有出现一些网民说 去批评陪酒女士去拥护这间店铺老板的声音 结果在网络上一片争议声中 展开了一场严伤事件 同时会令人发现事件中有很多疑团 的确是看Google里面 对这间店铺的很多网民的留言评价 就正如刚才陪酒小姐所说的一样 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多负评 比如说老板的态度很差 由头到尾都好像在发脾气地对待客人 如果说东西不好吃的时候 老板就会赶客人走 另外刚才也提到 这间店铺是为港区里面的高级店 去这间店铺吃饭的客人当中 是存在着一个族群叫做港区女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拜金女 又或者是所谓的从事爸爸玩的女子 这些人来到店铺吃饭的时候 会令到部分阶层的客人 觉得店铺的气氛不太舒服 而另一边又有很多对店铺赞不绝口的声音 而且这间店铺本身是一间很难预约的餐厅 是客耻云来的 很多客人都说老板态度很好 招呼周到而且食物很好吃 老板吉田先生他本身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寿司师傅 同时也有海外的酒庄工作过 对于酒旅的知识是非常丰富 回到日本后他就开了这间寿司吉田 店铺的经营理念就是能享受到红酒配寿司的名店 在港区麻布吸引到很多上流阶层人士来吃饭 而且他所做出来的寿司都吸引到很多人来打卡 尤其是港区女子 正当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一阵骚动之后 当事人这位陪酒小姐再次发帖就说 他当晚在店铺里面看到一对年老的港区夫妇 女的一方是由头到尾用一个不太有线的眼神看着他 就怀疑女方是很恨港区女子这个族群 即是他承认自己是港区女子 而且还听到对方说了一句说话 是用来形容这个陪酒女郎 就是说她是下等生物 就觉得很大冲击 但事实上是不是有这一对港区夫妇当晚在场呢? 为什么这一名港区女子陪酒小姐会认为他们是港区夫妇呢? 即是如果他们本身是有钱人上流阶层的时候 是不是会这样用一个这么极端的形容词去形容一个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呢? 还有有网民就认为店铺的格局是巴桌形式的时候 老板吉田先生他根本不可能是隔着这么大的巴桌冲过来打他们 所以就说这一名陪酒小姐所说的东西 所谓被人打是无稽之谈 同时就会认为在港区开店的老板就算对客人不满意也好 都不会谋谋言动手脚的 而且如果这一位陪酒小姐是一个缩醉的状态的时候 你去一间以饮红酒为卖点的寿司店铺会不会很奇怪呢? 然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疑似这位陪酒小姐在店铺拍的照片 例如他们在店铺放了很多名标拍照 又不断地在店铺内自拍影响到周围其他食客 就会令人有一个错觉就是 似乎这位陪酒女郎本身在店铺内的行为有所不当 而令到老板不满才会发生这么大的事 但之后就发现原来当时在网上封传的那一批照片 大部分都是跟这位陪酒小姐没关系 只不过是一些网民想要恶意攻击这位陪酒小姐 所以就借用其他人的照片也是这样做的 然后又说有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证人说 就说所有事件的开端都是这一名陪酒小姐所引发的 因为他的态度相当囂张地叫老板拿起白酒 而且又用相机不断拍照拍片 老板就跟他说这样就会影响到其他客人叫他不要拍片的时候 但这位陪酒小姐和他的男性友人都是态度囂张地在不断拍片 结果就搞到老板很不爽 但这位目击证人所说的是真的假呢? 还有他是不是真的目击证人呢?就不知道了 到底这一宗闹剧的真相是怎样呢? 相信短期之内都不会有一个真相被公开出来 因为有可能接下来会发展到官司层面 雜誌有采访过这间店的老板就说 他已经跟律师谈有关方面的内容 但店本身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 老板有名有姓被开了出来 但那个陪酒小姐的名字是没有公开的 Twitter帖号随时都可以删除 无论怎样说店铺都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 我觉得如果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在网上 说自己是受害者 然后拿一些证据说要控告某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都不可以随便信以为真 尤其是在网上无名无姓 不见真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些人的一面说辞 都不可以随便信 或者不要跟车太贴 我觉得就 另外大家就算不是网络熊人 KOL 又或者公众人物 都好 其实《日常生活》上面 现在都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 行动 可能都真的要小心一点 真是 就是万一有些什么事 你令到某一个人 是觉得不爽 不快 对你有些意见的时候 然后就恶意把你放上网公审的话 可能都很大 好了 那我这段影片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对《日常》内容有什么意见 都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影片 记得赞同订阅 也可以选择用Superfans課金支持 如果有什么有关日本的内容 想我讲一下 分享一下的话 都不妨留言告诉我 让我参考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